马上就要到一小长假了,您准备好出游了吗? 今年被称为是智慧旅游年,国家旅游局将18个城市确定为了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,而我们江苏就占了7个。 所谓的智慧旅游指的就是利用网络平台及时的发布各个景点的信息、餐饮、住宿的情况,让游客能够获得更多的资讯。 这个假期旅行如果您再不用手机大搜罗,那可就out了。 台名书是个旅游小达人,从上大学开始就环游全国各地,开始是跟团旅行,小姑娘感到十分拘束。 随着智慧旅游的逐步推进,现在她的旅游越来越宽松自由。 通过旅游网站订到最实惠的机票,查询景点的实时情况,与网友交流旅游经验,台名书乐此不疲。 在一个酒店附近,想到附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,那立刻上微博查了一下, 比如说某某酒店附近有什么美食,马上就会发现有很多网友,就是都发过同样的东西, 说大家哇在酒店的背后就有一条美食街,美食街里有家小店的面特别特别正宗,特别特别地道。 当时就是非常开心,马上就寻着这个微博,来到这家面店,我觉得这种感觉就特别棒。 南京作为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之一,也在总统府、宇花台、夫子庙等热门景区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。 景点也都创立了官方微信微博,提供相关旅游信息。 有一些景区和游客互动很好,那你经常关注他们的微博,或者是扫他们的微信,或者发一条微博,他们会给你这种优惠,或者是给你抽奖。 游客来到江苏,可以在微博上关注江苏微旅游,了解热门景点的实时人流量。 也可以下载智慧江苏客户端,获得景区信息线路地图。 多种方式让您用手机玩转无一,赶快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